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眼下正直 装修旺季 装修本是件好事 但是装修里的诸多猫腻 往往让大家感到气愤和无奈 前期低价缆客 套餐语焉不详 后期还有明目繁多的增向 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 装修过程当中的诸多增向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上半年 受理的24万件商品服务类投诉中 装修建材投诉共计1.6万件 属于重载区 其中投诉最多的就是家装增向 投诉量近万 套餐的增向 有些企业就把套餐 归纳得比较简单 不包括好多项目 还有开工 就开工以后的这个墙面处理 就墙面铲除这部分 水电改造 基本上都不寒 北京的刘女士与某装修公司 签订了一份装修合同 合同中最打动她的 就是整装两个字 听上去就像是 由装修公司一站式服务 自己要做的就是定好套餐 然后坐等收房即可 然而想象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残忍 装修公司给我签的是八万八 全包括在内了 结果呢 我这装修装了半截 现在就已经增了十几万了 刘女士向我们展示了签约报价单 虽然叫做整装 但有些东西装修公司是不管的 工艺说明中有著名 属墙顶刷漆 不包含原墙顶基层铲除 找平等费用 水电改造中 不包含打孔开草等 这些工程后期加价费用都很高 另外刘女士告诉我们 装修时还有各种零碎的增项内容 虽然每项加个几百几千 但全部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专家告诉我们 要想避免加装增项 关键在于合同中的设计方案 具体到每个设计方案 每套房子装修 一定是看合同看设计 平面图就是我们的 现在户型那个部分 还有个布置图 微量的结构调整 另外在合同中要写上这么一句话 因设计以及预算遗漏 造成误差超过10% 由装修公司承担 这样的合同才更有效力 另外我们在走访调查时发现 很多消费者愿意选择相对较贵的套餐 就是因为被告知其中囊括了一线建材和品牌家具家电 然而在投诉案件中 多位业主都提到了品牌背后的水分 套餐中的建材虽是大品牌 但是样式过时 跟自己想象的产品根本不一样 装修时工长还会暗示 某某建材质量不能保障 后期维修困难 但如果不用套餐内的产品 自己另行掏钱 费用又会增加不少 签约的是一定要详细地写 怎么叫详细写呢 就把一个产品 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橱柜 哪个牌子哪个型号 哪个系列都写明白 就指向就很具体了 一定要写上等级 因为等级决定里边的配置 这有要求的 您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 价格越低 后期增向的风险也就越高 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不同套餐的差别在哪里 避免在装修过程当中 产生不必要的增向 好了 服务观众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者是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